现在正值流感高发期也是新型肺炎肆虐的时期 再加上春运返程开启 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区分新型肺炎和流感 解放军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勇给出了答案 从临床症状来讲 我们普通的流感 就是积极性流感 它有一些除了发热之外 它有一些像是咳嗽啊 打病体啊 流鼻涕啊 还有肌肉酸痛啊 法律的这个症状 那么这次的这个症状 它主要是以发热 干咳 还有咳嗽 还有咳嗽为主 那么很多 还有很多的病例呢 并没有出现这些症状 就没有发热 甚至呢 没有任何症状 我们一定要追到找到它的这种 它的来源 那么它下一步它要去到哪里 它的进化的这个情况 另外一个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抗病毒的药物 和这个预防的疫苗 这个都是我们未来一段时间里头 我们医疗工作者和一些科研工作者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方向 此外针对大家关心的儿童流感 感冒以及新型肺炎如何区分的问题 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主任王全说 正确区分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首先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其实感冒是我们在东西的一个常见病 但是这对于这三者来说呢 首先我们的致病源是不一样的 因为流行性感冒 其实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感冒 它是一个呼吸道传染病 它是由于那个流感病毒所导致的 包括甲型流感病毒和乙型流感病毒 当前呢 咱们国家是把这个流行性感冒呢 是定为丙类传染病 但是按照乙类传染病来管理 但是对于普通的感冒呢 其实它是一个 我们全年四季都可以发生的这样一个疾病 它并不是一个传染病 它是我们一个常见的疾病 而且它主要是由我们一些常见的 呼吸道病毒感染所造成的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呢 它也是一种传染病 而且它是有明确的流行病学史的 目前呢 我们是按照乙类传染病来定它 但是呢 是按照甲类传染病史来管理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这三种疾病的发病时间实际上是不一致的 对于感冒而言 全年军发 它没有明显的一个季节性 但是对于流感而言 虽然它也是全年都可以发病的 但是它的高发季节 主要是冬春季 新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呢 是我们在2019年底 冬季的一个新进发病的一个疾病 第三个呢 是他们三个的这个症状是不一样的 感冒咱们大家都得过 咱们大家通常就会有鼻塞啊 流鼻涕啊 打喷嚏啊 等等症状 可能会有发烧 但这种发烧呢 一般是一个低中度的发烧 时间大概也就是一到三天 基本三到五天 它就可以自愈了 另外除了发烧咳嗽等明显症状之外 杭州也出现了首例无症状感染的病例 那么无症状病例该如何防控 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李兰娟做出了答复 最重要的是要控制传染源 要控制传染源 所以现在发现传染源 而对自射引力的感染的人 所以不发现 它使用的这个悄悄的传播给其他人 这是很危险的 当然了 我觉得现在这个社区的力量的发挥 明显接触的人员的调查 力度还是很大的 那么对于他没有发现这个接触过 所以他也不知道 这个情况呢 是存在的 所以呢 我们现在提倡要应用这个大数据信息化的手段 把这个每一个人的这个流动的情况跟传播链的情况进相关性的分析 那大数据呢 我20号就向国家建议了 这个我们这家有个非常好的一个伙伴们 他们已经把中国的这个包括海鲜 华南海鲜市场的人口流动的图 以及包括我们这家省各个省的这个感染源 接触到人群的流动图可以非常明确的画出来 所以这样呢 应用现代化的科学的这种大数据手段 经过多位专家的解读 想必大家对如何区分新型肺炎流感以及普通感冒已经有了正确了解 不少人还有一个疑问 即如果出现发烧咳嗽的症状需要居家隔离 具体该怎么做 国家卫健委传染病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蒋荣猛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是出现这个问题了 有发热有咳嗽 对吧 有乏力一些表现 我肯定在家里 我自己把自己关在一间屋子里边 我和家人保持距离 门是关闭的 我在家戴个口罩 如果我家里没有条件 没有多余的房间来做自我隔离 那我至少要得跟家人保持一米以上的距离 戴上口罩 平时注意洗好手 就是我接受的地方都是我洗完手以后的 而且我注意打喷嚏咳嗽 不要用手去捂 用纸巾 或者用肘部去遮挡 将着避免病原体 在家庭的这些物体表面来扩散 同时我也会教会我的家人 怎么样去认真洗手 最简单的 不洗手 不摸自己 然后呢 也戴上口罩 不在一块吃饭 这样就做一个很好的隔离 家庭隔离 对 然后呢 我每天去监测我的体温 然后监测我有没有呼吸困难 这个我们自己都有体会 因为憋气 觉得气不够用了 觉得凶闷 如果有这些情况的 那我们再去医院去救诊 对 而且我们要去医院的途中 也要戴上口罩 也要避免传播其他人 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 说到这 就是我们就讲这个传染病的 你看这个里面体现什么样 我们传染病当中有三个环节 还有流行 一个得有传染源 第二个一定得有传播途径 第三个有一感人群 我们先说这个一感人群 对于这个新病毒来讲 我们都是一感人群 我们都是没有免疫力的 然后我们只能做前两个事 就是怎么样去控制传染源 也就是怎么去发现传染源 你发现就隔离了 他就不传染了 然后第二个最有效的是 切断传播途径 刚才说这个病 他是通过飞沫传播的 飞沫传播一米 他不会很远的距离 更多的是通过手来传播 比方举个例子 这个人要是打喷嚏 他用手去捂的话 因为很多人习惯拿手去捂 对 手上就带了病毒 带了病毒 他去摸桌子 摸门巴手 没摸手就会有病毒 然后下一个人 去接触这些物理表面 手上也会沾染病毒 如果他不好洗手 揉眼睛 扣鼻子 就会把病毒这样 通过手传给了自己 这个时候呢 这叫接触传播 往往是通过这种传播的 就是不管是呼吸道传染病 还是消化道传染病 很多情况下 是通过手来进行传播的 所以这个洗手 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措施 感谢观看